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界是一个空明的明体 里面什么都没有 一片净 干干净净的透明 这就是宇宙这事 然后动声阳 净声阴 阴阳波及 所以大家看到藏人佛教 都是双运身 金刚萨头是双运身 这个普贤王如来是双运身 莲花生大师是双运身 大家现代人以人的邪恶的引念 来看到这个东西 觉得哎哟 怎么搞这个 邪魔外道 实际上它正代表了一个 一阴一阳为之道 宇宙的所有的生成 离不开父母 离不开阴阳 化生界离不开阴阳 懒生 胎生 这个世界离不开父母 离不开雌雄 也是阴阳 所以大家要懂得 宇宙真实相的诞生 无非是阴阳的化辩 那么万法因原生还从 因缘灭 没有永恒 永恒的只有一个空 明的灵明法界体 这是释迦牟尼告诉我们的真实相 其他的都是幻 虚幻的幻 假幻的幻 做梦的梦幻 如梦幻泡影 但生命的实相呢 生命的实相的本体 也是空和明的 近虚空变法界这样一个大明体 大近虚空变法界 小它是一个精英透亮的点 头发丝的百万分之一的 这么一个灵明绝点 这是生命的实相 没有生命 没有永恒的生命 生命体的诞生 人体的诞生 动物体的诞生 恶鬼道体的诞生 无非是量子纠缠 一堆能量 被纠缠在 一个明点的周围 怎么出来的 因果不虚 因果 种下了这样的因 开花结果了 长成这样的身体 这是生命真实相 生命真实相告诉我们 生命本体是空的 是没有的 是虚幻的 是不真实的 没有固体不变的身体 你现在的身体 无非是一堆量子 在纠缠着 以你自己的心意 为远见在纠缠着 人的心意 纠缠成一个人的躯壳 狗的心意 纠缠出一个狗的躯壳 植物的心意 纠缠出一个植物的躯壳 树是树的躯壳 是树的心意在纠缠 花草是花草的心意 在纠缠 无非是量子 颗粒的一堆纠缠 纠缠完了以后 因果结束的时候 黄归于孔 风吹来 没有了 如梦幻泡影 这就是我们的圣贤 无论是老子 无论是佛陀 无论是耶稣基督 还是圣摩玛利亚 还是 穆罕默德 告诉我们生命的真实下 引导着我们去找到自己的真主 自己的真主 就是灵明法界的 发身如来 自己的真主 就是那个永生的 不是幻变的 一会儿是狗的身体 不是你 一会儿是人的身体 不是你 你是那个永恒不变的明点 不死的今生 那叫发身如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